眼中的牛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佛心来的 因为我记得我自己要开始学做产品的时候 其实他是非常大方而且非常不吝啬的提膝后背 而且给我这个晚辈很大的支援跟鼓励 那当然牛老师也在我的工作上面给我很多机会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 然后是一个很专业的人 重点他就像孩子般的笑容 其实每次跟他见面心里都会很开心 然后伊林老师我记得当时也是一个机缘 就是当时他一直说想要跟我求教 我就吓一跳 我说你要跟我求教什么 他说求教这个护法的知识 我想说伊林老师这方面你应该也是专家吧 后来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把一本我以前的皮肤学的教科书 因为头发也算皮肤的一部分 然后我就整个晚上画重点给他 画画画 画好了我就把那本书送给伊林老师 后来伊林老师拿到那本书 感觉还是怪怪的 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又这样子辗转之后 透过那个新美姐之后 我才知道他所谓的求教是什么意思 他的求教是说 他说他想要做一套护法的产品 应该怎么样去跟厂商接触 可不可以我来介绍 他当时可能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他没有很直接的说 那所以后来我知道之后 我就跟伊林老师说 你就直接说电话给我 我就直接把电话给 网站的那个负责人 我就叫他马上打电话给伊林老师 然后不到半年 伊林老师自己的品牌就出来了 没错 而且我最近给他出了一个难题 我说因为我洗头发 然后一直眼睛会红 好 我是一个很好的实验 我因为也很敏感 然后我就跟伊林 那天伊林就拿了两瓶 就是说 小姐 我给你特挑 你洗头发 眼睛不会红 然后拿完给我以后 因为我最近忙一些事情 他就一直想问我 你不会十天都没洗头吧 什么你都没有说 你眼睛红了 还是你眼睛红了 不好意思跟我说 我说有用 真的没红 我来不及 人家可能等了 今天没洗头 那怎么明天也没洗头 他真的 那小英姐 我们也很需要你 给我们一些批评 就是说如果用保养品 有什么可以变得更好的话 这也是我们很好的理解 你说要我的话 你真的是很难 我年纪很大的